为什么要拜佛 佛不是神也不是仙 他是一个觉悟的人 他更是教导我们去除烦恼的老师 拜佛有助于消除凡夫的我慢行 放下自私我直 为了让你降伏自心 借除贪嗔痴回归本源 低头是一种恭敬 一种谦卑 是凝视自心 现自身佛性光明 拜佛也就意味着与佛法结缘 向佛学习 或许拜着拜着 有一天因缘成熟 就可以去修行 其实拜佛就是在拜自己 一切众生结聚着佛性 拜佛从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通过拜自己的方式来自尽其你 所以我们讲拜佛不过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或态度 如果你带有不恭敬的心或不正信佛法的态度去拜佛 去有所情 那就没有丝毫的意义 那种借来的火 永远点不了自己内心的那盏灯 不能 我